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我讀這個圖 G是三角形ABC的重心 且這個四邊形是平乙四邊形 那他說三角形ABC的面積 是等於12 那麼這個平乙四邊形 BDCG等於多少 我們看 這個三角形可以 所以這個三角形可以分割成三個小三角形 因為是重心嘛 所以這三個小三角形的面積一樣 也就是說 這個三角形BZC 是等於三分之一倍的三角形ABC 三角形ABC 然後呢 這個是平乙四邊形 所以他對角先平分 這個平乙四邊形 所以這個平乙四邊形 平乙四邊形 他的面積 BDCG 是等於兩倍的三角形BZC 把它帶進來 所以是三分之二倍的三角形ABC 所以這等於三分之二 乘以十二人 三是十二人 十二的八 所以答案是八 三角形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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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形ABC